後面這一整棟是幹嘛的啊 養蛇場 對對 所以你們這邊的蛇 都是自己養 還是說不僅有居民呢 再抓到蛇就賣給你們 呃... 第一代也是演化的 腳背之後 現在都是我們 現在都是 通過行動養吃 第三代 所以你蓋這整棟是給蛇住的 嗯...對 這裡面大概有多少蛇呢 大概是有... 現在目前居然兩萬多的 那你這個家有沒有那麼高 沒有...這個家啊 沒有這麼高 你看到沒有 蛇住的比人好啊 我的天啊 蛇住在這麼高的四棟樓裡面 的人呢 住在兩層樓小小房子裡面 就這一間喔 就這裡喔 這裡喔 這... 這一間就是活的蛇 你看那個馬上那個耶 那個感覺到很潮濕的感覺耶 濕度 然後整個溫度就那個升高了 這裡面挺熱的喔 比外面的這個溫度啊高多了 這裡是保持多少度呢 這裡面就是這個... 嗯... 25度 25度 嗯... 那25度的話這個蛇是... 它處於什麼樣的狀態 它處於說無冬眠狀態 無冬眠狀態 因為一般來講的話 這個外面的天氣的話 蛇就在睡覺了 對... 它已經早已經冬眠了 早已經冬眠了 濕化的溫度低於15度以後 對... 它之前都... 濕化的 因為它一冬眠之後 你們這邊就沒有辦法生產了 對不對 對... 它冬眠之後 又到明年 對... 到明年來那個書寫 哦... 所以你們故意控制這個溫度 在這個... 它無冬眠的狀態 所以它裡面活動力都很強 對... 回頭之後它就吃濕了 吃濕它就生產了 不會吧 給蛇住這麼大的房子 那也就算了 每條蛇還有獨立的套房 更有中央通常全天會維持渴溫 說這裡是五星級的蛇窩 可是一點都不會過 咱們... 這就來揮揮這裡的眼鏡蛇 看看... 到底有多可怕 這裡就是養蛇的地方了 嚇死我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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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這師父是不是 嚇死我了 嚇死我了 什麼 哎呦... 你仔細聽 嚇死我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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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都是蛇吧 這每個都蛇 都什麼蛇呢 眼鏡蛇 都是眼鏡蛇 這一代的都眼鏡蛇 那都是多大的眼鏡蛇 四五金一條 四五金一條的 那你這為什麼 他們有些寫一些字 他們就寫一個牛 這裡面養牛的 不是... 這個蛇就特別的兇 你打開箱子他就蹲出來 打開箱子 他就想咬人 特別兇 真的啊 來...你在前面 因為這是很牛啊... 師父 你有沒有被蛇咬過 以前被咬過 你被咬過啊 哪裡 哇... 師父果然是厲害啊 他是專家 而且... 你是被咬過之後 手才這麼黑嗎 嗯... 真的嗎 血液不好了 對不對 他就變得比較黑了 那你現在活動還方便嗎 活動還可以 活動還可以 這是多久以前被咬的 早兩年 早兩年 也是眼鏡蛇啊 那... 也是這麼大的 各位觀眾 超牛眼鏡蛇來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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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欸...好牛啊 欸...好牛啊 你剛剛不要進來啊 師父你要小心啊 師父你要小心啊 明年的春天 為什麼 你沒有看栗子的 是不是 有大型之月 他這個蛇 發行... 四月份 明年的四月份 他發行期 對... 現在在春天 他發行期 對... 瓜董你不要到了啦 你不是那麼專業 不要這樣子 他們這個... 箱子跟箱子中間有人 有了 有了 沒有啊 拿給我 要抓過去 哦 要抓過去 還是弄你 哦 抓過去 發行的事 謝謝 謝謝謝謝 是不小心啊 你現在賣得一千多多 哦 好 來來來來 把他放回去 放回去 放回去 瓜董 放回去 哇 別死了 欸 瓜董 欸 瓜董 欸 瓜董 你不要這樣子啦 放回去啦 瓜董 你不要到我了啦 你看 你太整起來 我好害怕喔 快快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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太驚險了吧 這隻超牛眼鏡蛇 差點連咱們郭老闆都控制不住 還好有狗屍狗在 不然後果真是不堪設想 不過 說一點奇怪 這泳洲地區所謂的藝石山莊 顯然就是專門養蛇的地方 而且數量絕對相當驚人 而這件事情呢 究竟是什麼用的呢 哇 欸 師傅 這裡都是小蛇啦 對 這是第幾代的 第三代 第三代 就是從野生的 開始變成人工的繁殖 然後再生出來的小蛇 然後再生出來的小蛇 他不咬你的啊 他也咬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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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要輕輕地這樣勾著他 他在頭裡 張開的時候 不最能咬人 張開的時候他兇了 他如果這個蛇咬人 一樣可以自能性命 一樣可以自能性命啊 對 所以說 不是說看蛇的大小 對不對 蛇不分大小 蛇不分大小 毒性是一樣的 那這個蛇呢 一胎他大概可以生幾個蛋 一胎他是 看那個 種蛇大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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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母蛇大概最多可以生到多少隻 一般這個 我們這個 養的大概是 45個 35個 35個 所以他的這個 這個繁殖能力蠻強 他一年可以生幾隻 一年隻才可以生 一年隻 一年隻 這裡雖然取名一蛇山莊 但是幾乎都是飼養眼鏡蛇 難不成 眼鏡蛇就是我們要找的一蛇嗎 一問之下才知道 一蛇所指的 其實是永洲地區出產的各種毒蛇 包括眼鏡蛇 雨傘截等等 而我們的終極目標 憋頭一蛇 居然還是一蛇之王 沒有別的原因 正是因為 他是一蛇之中最毒的一種 可怕了吧 現在要餵蛇吃飯囉 吃飯的時間到了 師父 一你說三次可以餵他一次 這個蛇就不一樣 這個蛇 這個蛇 每天都要餵 每天都要餵 為什麼呢 因為他這個是群養的 今天就是有不分出來 明天有不分出來 明天有不分出來 明天也是另外有不分出來 了解 那你餵他主食就是這個青蛙 青蛙也是小雞小鴨 那這個呢 他購買的這個青蛙呢 他的這個價格會不會呢 不貴 兩塊錢一斤 兩塊錢一斤 所以呢 他的這個在飲食方面的成本呢 其實不高的 不是很高的 好我們現在把它放下去 喔有耶 開始出來囉 哇 神經病要吃一吃喔 他就把它叼走了 哇 好可怕喔 所以那一隻是 那一隻 剛剛在吃的那一隻 等於是說他前兩天沒吃 對對對 今天他餓了 哇 那次薰化過來了 他就不太胖了 還想想吃的時候 他就馬上也吃一吃 對啊 對對對 馬上就吃了咧 而且他一吃完之後 他的頭整個就 全部都鼓鼓的 正當我們還在拍攝 餵食眼鏡蛇的同時 村子裡面 突然傳來騷動了 原來 是由村民 又發現了憋頭一蛇的蹤跡 為了避免有人 不小心被攻擊 希望董師傅出馬捉蛇了 想把我怎麼能夠錯過這第二次機會 趕緊跟去 一探究竟 欸欸欸 師傅 師傅 不要再往前走了啦 我們現在到底要去哪裡 你要帶我去哪裡啊 我們現在到這裡去看一看 因為在附近居民說 這一帶有那個異蛇的出現 異蛇 異蛇 已經傷了那個人啊 或者畜生什麼 真的啊 有傷到人跟畜生啦 對 那那個蛇一般都是出沒在哪些地方 像這種草叢 一般在草叢裡面 那個小溪旁邊 小溪旁邊 現在用其他那邊 都會經常出沒 那如果說 而且那個蛇就不怕人 他喜歡靠近人的屋子旁邊 那我們現在說在 他喜歡吃老鼠 喜歡吃老鼠 所以說那個 因為有食物的地方 老鼠去偷吃 所以蛇就去吃老鼠 那人家講 我們講說那個打草精蛇 是真的有用嗎 有用 所以我待會經過的時候 我應該要去打一打那個草 對不對 像那個異蛇 異蛇 他就不怕 他不怕 你再怎麼敲打 他還有主的關係 他聽不到 他不是聽不到 他因為他獨性大 獨性大 他不怕你 對 他一旦咬了人子 他還不會走 這等於就是 就是說 在這個地方裡面 他就是老大 對 他主動公司 他咬哪裡 他什麼地方都可以 他一起來 他會跳起來 跳多高 他可以跳一米左右 一米 就是說如果我講話 他可以跳到這裡 一米遠 我可以跳起來 跳起來咬我 那他的身體多大呢 他本身也比較短 比較短 比較粗 好 這個觀眾朋友想要知道 以為我在這邊 裝成弄鬼 好像要嚇大家 那蛇 這個你說這個 一蛇咬到人 會怎麼樣 那很短的時間之內 馬上去自然性命 多短時間 大概是幾分鐘之內 公師傅 你不是故意嚇我們的吧 這憋頭一蛇 竟然會跳起來攻擊人 所以如果沒有帶攻去的話 幾乎不可能徒手 不得正面衝突嘛 再說 這裡是雜草蟲生 根本看不清草堆裡面藏的是什麼東西 要是一個不小心 欸欸欸欸 狗師傅 你走慢一點啊 等等我們啊 那裡有蛇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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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他就停在那裡不動耶 你說那什麼蛇 那些什麼蛇 他長得好可怕喔 你看他的頭 他頭是三角形的 扁扁的 而且像烏龜 像烏龜耶 然後他那個那個那個 身上的鱗片有沒有 那個那個 花紋 花紋 對對對 他為什麼停在這裡不動呢 他 所以說他長得就大 不怕人 他不怕人 他是在休息嗎 吃飽了 吃飽了 那我現在經過他前面 我會不會有危險性 那很難說 很難說 他跳起來又有一公尺高 對不對 沒錯 這就是傳說中的 一蛇之王 憋頭一蛇 那顆長得像憋一樣的頭 就是最佳的標記 而面對如此可怕的狐蛇 就連狗師傅也不敢大意 生怕 讓他再一次從我們的眼前溜走 小心喔 你小心喔 小心喔 你小心啊 你小心啊 所以他會跳起來啊 你小心啊 那怎麼按呢 怎麼按呢 他今天感覺到他在休息 你按住了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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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哇他嘴巴整個張開了 而且他噴毒了是不是 在哪裡噴毒 頭上都濕的 霧狀的 霧狀的 我這樣可以讓他噴出 好 好可怕喔 這個蛇好可怕喔 這個蛇是我目前看過最可怕的蛇 而且他的牙齒一直這樣吐出來 哇好可怕喔 牙齒好長喔 好可怕喔 擔心喔 他這個毒液噴出來 這個蛇人 還是會受傷 對 這噴到眼睛也不得了 頭到昏昏的 頭到昏昏的 對 這個蛇在這個地方多嗎 多 非常多 隨時都對身邊危險 我看這個地方 那 欸師傅 在這裡附近的這個 當地的新聞來講 有沒有時常會播報這種 什麼村民在山上被蛇 被毒蛇攻擊 然後導致這個死亡 厲害 真的啊 他都是這個蛇 柳宗元 他是不是有寫過 類似這樣的東西 他寫了一部那個 鋪舌解說 其實 永住之爺 殘異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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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他說什麼 黑子還帶白髒 的意思就是說 他皮膚 你看到沒有 一截黑一截白 一截黑一截白 殘異蛇 殘異蛇 是說他遇到草木 他就是碰到草木 都會哭死 哇 你看可見他的劇毒有多毒 聽狗師父說 這種憋頭異蛇 屬於出血性的毒蛇 一旦被咬到 如果沒有馬上救治 嚴重的話呢 甚至會七孔流血而死亡 根據當地人叫他五目蛇 顧名思義就是被他咬到 恐怕活不過走五步路的時間 雖然是誇張的說法 卻也突顯出這種蛇的可怕之處 我可以抓嗎 對 那也太危險了 牠這個牙齒太長了 不是我照你的方法抓 也不行 不行 真的嗎 因為你安全 不要抓 真的就感受一下 感受一下 抓這裡 我摸摸看 牠是真的吃飽了 牠是真的吃飽了 你看到沒有 牠的肚子感覺上這一袋 都在動 有一個東西在裡面跑 老鼠 對 我覺得是老鼠 而且牠整個很粗 而且呢 牠有一股味道 牠有一股味道 而且牠的皮比較粗 而且你看 牠下面有一種烏龜 牠的頭跟牠幾乎一模一樣 然後這邊前面有一個小鼻子 這樣翹翹的 各位 我這次算是有專家 有事物在保密 要不然我怎麼可能有 親手摸到這種蛇的鼻子 烏龙頂刀烤鞭站 中國功夫真厲害 鼻孔拉車 火蛇穿鼻 嚇得觀眾嘴開開 弄上去了... 你看那個鼻子 我這看起來超痛的 動了... 這蛇還在動耶 我的媽呀 怎麼鑽得進去啊 鑽去哪裡啊 跑出來了 嘴巴 奇人奇事大集合 包你嚇得繞的海 超多人在圍觀的 他們在幹嘛 我問一下 旁邊 大哥... 你好 在幹嘛 這是我們江西的一位奇人 在那裡表演絕技 誰啊 蛇王劉飛 眼前這位看似戀家子的大哥 就是咱們要尋找的亞洲蛇王嗎 我還在世界經濟師保留者 還有兩項保留者 世界經濟... 新式世界紀錄啊 還有兩項 兩項保持者 有哪兩項 鋼狗狗鼻孔把汽車拉動 鐵狗狗鼻孔 對 把汽車拉動 對 這是假的 什麼樣的鐵狗 鐵狗就是這樣鐵狗 鐵狗就這樣鐵狗 有這個啊 狗鼻孔啊 你怎麼什麼都用鼻子玩啊 先看一下就是刀 刀夾在脖子上 刀 砍刀夾在脖子上 砍刀夾在脖子上 真刀假刀 可能真刀 你說後面這個刀嗎 對啊 這有太重的耶 可能開過 我平安木頭給你們看 你看啊 踢木頭 這是真的耶 我也要試試看 我也要試試看 這是什麼 真的 這是真刀耶 這有開封的耶 可能開過封的 這個完全 這個石木耶 這個完全砍進去了 有沒有看到 怎麼這樣 不好 你怎麼都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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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先著把它怎樣打 刀口 這樣子這樣 對… 夭壽喔 我說師傅啊 你會不會玩得太大啦 這還叫什麼表演啊 這簡直是玩命嘛 鼻子可是很脆弱的地方耶 如果被球砸過鼻子的人 就知道一定會馬上飆累的 還有像是你挖鼻石挖太用力 也是很容易流鼻血的耶 你居然要拿它來拖一輛 1800cc的轎車 你是瘋了啊你 用鼻子拖車 是真的假的啊 這也是1.8T的耶 很重耶 我試試看 我試試拉不拉動啊 拉得動 可是很難動 等一下 我要扶掉 我進去用推 好棒喔 可以 可以... 可是我要用全身的力量推 才真的動那麼一點點 師傅 你說你要用鼻子啊 可以嗎 行嗎 可以嗎 那試試看喔 如果以前沒有拉過什麼動作 以前沒有拉過什麼動作 以前拉多重 出租車應該是1.5T吧 出租車 是1.8T的 你加油 你小心你的鼻子啊 你的鼻子會不會越拉越大 都不要一個幾次那個鼻孔 都這樣囉 就把它出鼻血啦 小心喔 就是可能對大哥多拉幾次 就要取代你的為止啦 來... 來囉 這邊起來戴好 戴開一點... 多上去了... 你看這個鼻子 這看起來超痛的 好 這邊後面 鼻子都紅了 現在暈氣了... 這真的是子儀我看過 最瘋狂... 最瘋狂的表演啦 師傅只是把鐵鉤掛上 都還沒有開始用力拉動車子 鼻孔卻因為鐵鉤拉扯 已經呈現外翼的扭曲和皺褶 現場更是一片激進 大家連呼吸都不敢用力 生怕會干擾了師傅的運功 而發生任何的不測 1 1 2 3 1 2 動了... 1 1 1 2 1 1 1 2 1 1 1 2 1 2 1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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 1 2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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 2 2 1 2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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 2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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 3 2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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 2 3 2 2 3 太扯了啦 人的脖子耶 怎麼可能比木頭還硬啊 況且不要說用刀啦 隨便拿個硬物抵住喉嚨 就已經讓人很不舒服了 還要拖動這一台小巴士 我只能說 師傅 您自己多保重啦 我還是先閃遠一點啦 加油 動了 加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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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 加油 動了 加油 你不要跑車啊 你不要在那邊推 等一下 推 推開 加油 小心車 小心 自己快一點 不要動 好可怕 好可怕 真的動了 好什麼 可以啦 來了 行啦 收工 好可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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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一件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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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有沒有 很深的這兩個刀鉤 有沒有在裡面 刀印 刀印有沒有 在裡面 這不會流血嗎 不會 這是內氣爆發 你不痛嗎 你是把氣功直接在這兒 用這個地方的力量去拉車 這車很重啊 傻眼 真的是太傻眼了啦 師傅的脖子啊 雖然留下了兩道深深的刀痕 但是卻毫髮無傷 而為了證明師傅 是靠自己的力量拉動巴士 工作人員也特地埋伏在車後面拍攝 看看是否有人偷偷幫忙推動車子 結果當然是沒有啦 只是說也奇怪 師傅 你們不是蛇王嗎 蛇咧 精彩啊 精彩 從前面的那個鼻孔吹輪胎 然後到後面這樣拉車 拉14人坐我們那個外景車 但是師傅怎麼說也是個江西蛇王啊 沒錯 可是你表演的亞洲蛇王 號稱亞洲蛇王 到現在表演的還沒有蛇的項目啊 那蛇呢... 蛇有 不著急 台灣的網友不著急 接下來我要挑戰的是 生吞活蛇 生吞活蛇 一條一米多少活蛇 從嘴巴再吞到我肚子裡去 真的假的 真的 來 換換雷哥把它拿出來 我跟你講 我主持世界第一人到現在 我剛才吃過世界 這個地的蛇 可是我沒有吃過生的 你要生吞啊 沒錯 牠是活的啊 沒錯 一般來說我們去抓蟒蛇 抓主蛇的時候 牠到洞裡面的時候 你怎麼拉牠是都不會出來 牠只要抓到洞 牠可能會咬住不放就出不來了 牠不會咬你嗎 咬不咬 那我們無所謂 我們用氣功把它逼出來 我們用氣功把它逼出來 這不是箭 這是吞箭耶 蛇耶 吞箭還沒有吞 蛇 那個危險線 對啊 這根箭 那個肚子不會動 對 這根蛇頭肚子還會轉了轉去 這根蛇頭肚子還會咬吧 咬一咬來這一邊 關鍵牠就亂轉 行 我還可以告訴大家 就這一條啊 沒錯 條件的了喔 蛇啊 蛇啊 有蛇啊 真的蛇啊 真的蛇啊 是真的蛇啊 真的... 這是真的 你看 牠的動物 這麼小隻啊 原來師父最厲害的絕果 就是 身吞活蛇 子儀 我不說啊 大家可能就不了解了 比起脖子駕到喇叭市 這個身吞活蛇 可是還要危險好幾倍 畢竟刀子是死的東西 隨時都可以喊牠 可是蛇可是活的耶 一旦不聽使喚 後果肯定是不堪設想啊 你看那個蛇姓 你看那個蛇姓 蛇姓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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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請不自信跟牠接吻喔 可能 真的有說了嗎 跳... 跳... 我的天啊 我的天啊 我... 他是... 推進去以後 然後再拉出來一點 推進去再拉出來一點 然後就是開始有一個推進去 我可以讓牠看嗎 不可以啊 不可以拉 不可以 牠不是我動 牠是動嗎 你現在可不可以講話 可以講話嗎 不可以講話... 牠已經反位了 牠還活的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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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對 牠用滑 髒 髒 髒髒了 原來劉師傅曾經在少林寺敗師學藝 學的一身硬器功的好功夫 為了向世界推廣中國功夫 於是到各地去巡迴表演 甚至還應邀上遍大陸的 各大電視台 然而這招深吞活舌 還不是劉師傅最厲害的招式喔 接下來的蛇穿蹊蹺 絕對要讓大家目瞪口袋 蛇穿蹊蹺 蛇穿蹊蹺 沒錯 來 先鼓掌 恭喜掌 先鼓掌 恭喜掌 我的媽啊 轉鼻孔 是用鼻子 用鼻子吹氣 用鼻子拉扯 然後現在用鼻子鑽蛇 鑽去哪裡啊 比較進去不出去的那種感覺 好難受 跑出來了 吹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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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這樣 比賽都不用看耳機頭刻了 鑽蛇就行了 有沒有 神刺蛇還活著 再聊好不好 還講話 再來一條 你再來一條 好 再來一條 好 再來一條 是嗎 來得更大 更粗了 這也太粗了吧 不行 一條夠大 OK的 OK的 來了 好 我的天啊 是不是你太絕了 你這個力量都折我了你 怎麼鑽得進去啊 出來了 他要拉 他這樣 有沒有像那個 他這樣 他這樣 有沒有放 章魚 這章魚喔 天啊 這蛇還在動耶 我的天啊 你幹嘛打他 你幹嘛打誰 再拉了… 痛不痛啊 拉不拉過來 痛… 出來… 眼前的畫面 也太誇張 太不真實了吧 看起來跟一般人 沒什麼兩樣的劉師傅 竟然可以做出這些 超古常人的動作 讓人活不相信 原來小說中的金鐘罩鐵布山 似乎真的可以經過 長期的訓練而獲得耶 但是我想 只要相信自己 沒有什麼夢想 是無法達成你 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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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對…